又这样,这都递几个手机了,又捏爆了吧,还是这么控制不住情绪 你确定 不会错的,铁山靠顶心肘,这两招一出来我就扛不住了,要不是我及时喊停 最后那一招,我估计你就要看不到我了 什么,是哪个王八蛋,小妹你等着,搁这就过去,让我找到他,我飞扒了他的皮 滚一兵去,这么大的人了,还整天围着妹妹转悠,给老子练功去 清儿,可知道对方身份,失诚何处 不清楚,只知道对方名叫十三,其他的就查不到了 对了,他跟慕容爷爷家的孙女慕容千语,是男女朋友关系,相信身份应该是没问题的 爸,我觉得,这或许是我们王家的一次机会 你是说,我考虑考虑吧,清儿,你有机会多接触接触他 十三,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绕了这么一大圈,最后爱美集团的老板居然是你 所以说,以后有什么事情都要告诉我呀,说不定我能给你解决呢 我知道,像你们这类人,已经跳脱某些规则了吧 凡俗的规矩根本限制不了你们,我说的对不对 啥,什么,我们这类人 连风卿姐都承认你的厉害,说明你跟风卿姐是同一类人啊 风卿姐说,在国术界,有着专门一套的等级划分呢 千语,这丫头啥意思啊 十三,我知道我不能完全拥有你 我只希望,不管你以后有多少红颜,我都能被你一直这么宠着 帝都司马家的事情,要说吗 算了,到时候再说吧 放心吧,千语,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女神 丁,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主线任务,奖励天河控股股权15% 嗯,又是天河控股的股权,看系统接下来的任务安排,应该跟天河有关系了吧 小宋,什么事情啊 董事长,很冒昧这个时候打扰您 就在刚才,公司股权出现了重大的变动 什么情况 几分钟前,白天收购我们10%的十三先生,又出手了 这一次,直接收购了我们天河集团的15%股权 也就是说,十三先生是仅次于您的第二大股东 最近,公司内部有点不稳定 几个老家伙一直想要给我挤下去 这关键时刻,发生重大股权变动 这是好是坏呢 这十三的消息,目前掌握了多少 我们只掌握了一部分 十三,一个小镇出来的普通家庭的孩子 父亲昏迷在医院 母亲在他幼年去世 目前居住于夏市 基本上都是处于表面的信息 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 悄无声息地吞掉我们天河25%的股权 看样子,这些都是对方希望我们能查到的 有点意思 行了,你不用继续查了 估计也查不到更多信息了 我通知聪儿去接触他吧 正好聪儿最近也在下市 爸,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睡 我有事情安排给你 你给我尽快去见一个人 资料我发你电脑上了 爸,这不就一个普通小子吗 至于这么严肃吗 普通小子 如果这个人手里 有我们天河集团的25%股权呢 什么 爸,你是说他已经是我们天河的第二股东了 我知道了爸 我会尽快找到他的 对他尊敬点 就目前的信息来说 他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如果不是 现在我走不开 我就自己亲自去见他了 李叔 少爷,有什么吩咐 联系我们下市所有关系网 尽快给我找到一个叫十三的人 找到之后第一时间联系我 我要亲自拜访 是,少爷 那个公司的事情不要我再帮忙了吗 行了,后面的事情我都能解决 你继续当你的甩手掌柜吧 这几天估计会很忙 想我了就来公司找我 不过估计我也没时间陪你 可怜啊 明明有女友 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少贫嘴了 我先上去了 你回家慢点 十三 明天有时间吗 下市项目正式启动了 明天有个宴席 你方便参加吗 有时间有时间 美女相邀 一定有时间 那明天见 丁 今日任务 四大家族之一任意家主登门道歉 系统 看到没 我现在对你发布的任务 已经不蓝不惊了 你要是哪天发布一个正常的任务 那我才会惊讶呢 十三先生 东方总裁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青年人是谁 先是从东方敌情的车上下来 现在又让本源集团的王海亲自开门 看来这青年的身份非同巧合呀 东方敌情 怪不得你一直躲着我哥 原来这是自己找到了相好啊 李显 嘴巴放干净点 别给我在这里乱说话 乱说话 哼 你都挽着不知来历的野男人进来了 还怕我乱说 我哥可是为了你断了一条腿 你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找野男人 什么 李伟断了一条腿 你少装蒜 不是你找人打断他腿的吗 你给我哥道歉去 你哥没告诉你 随便动手可不是个好习惯吗 看来他没说 他的那条腿是怎么断的呀 他没说过 他没说过